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心脏奏停 如果没有旁人迅速实施CPR 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死亡 遗憾的是牙裔美国人在民调中显示出了 低于美国人平均水准的实施CPR自信率 为此美国心脏协会发起了 今天你准备好了全国宣传运动 主旨在让牙裔美国人社区学习徒手CPR 并做好挽救生命的准备 美国心脏病协会的消费者研究显示 仅有四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 对正确的实施徒手CPR有信心 而普通人群对此有信心的比例 则高达三分之一以上 同一项调查还显示 近70%的亚裔美国成年人 对实施徒手CPR犹豫不决 因为他们担心会伤害到心脏骤停的患者 在普通人群中 仍有57%的人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今天你准备好了 Today You Were Ready全国宣传活动 旨在让亚裔美国人社区学习徒手CPR 并做好挽救生命的准备 这项工作属于美国心脏协会 首要的Nation of Left Saver运动 该运动致力于将旁观者 变成施救者 并到2030年时 将心脏骤停的存活率提高一倍 心脏骤停幸存者Albert Tsai 刚离开停车场 心脏就停跳了 然后就晕倒了 幸运的是 附近一所学校的一名老师和校长 注意到他在人行道上 并冲过去给他做胸部按压 并且第三人拨打了911 他表示我很幸运 我晕倒的时候 有两名旁观者给我做CPR 但很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研究 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中 约72%发生在家中 这意味着 若您必须实施CPR 拯救的人可能是自己的亲人 心肺复苏术是一种急救技术 可以帮助挽救呼吸 或心跳停止之人的生命 了解更多相关活动 以及想要观看英语 汉语普通话 其他版本的徒手CPR培训视频 请访问heart.org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 请访问